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My Radio 2011 踢走專制 爭取自由 促進民主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等到這場 操戰方 操戰方 辛亥百年華滄桑 主持 麥葉成 謝義方 第三節的辛亥百年華滄桑 剛才說到 孫雄先生到處都被人排擠 因為他沒有自己的班底 沒有自己的軍力 所以經常被人排擠 不過唯一 孫雄先生都明白過問題 所以其實他自己也組班底 不過是組文人班底 有用嗎 組黨 尤其是亂世 文人班底沒有用的 沒有槍幹子 對於之前的時候就把國民黨組織為一個中華革命黨 當時是討伏袁世海的 加強黨組織 加強黨組織 中華革命黨因為要向總理宣誓效忠 很多人不喜歡 最後是1919年 黃興走了 1919年最後就是中華革命黨 改成為中國國民黨 一直到現在 這是十五四運動影響的 十五四運動影響 當然這個過程可能過幾次要講 其實中國國民黨的組 除了國民黨本身的人 當時中國已經有共產黨 對共產黨的個人身份加入了 所以就在國民黨當中就有共產黨 你中華我中華 用共 用共 1924年 不過這個我想我們就可以 我們遲一節講 下一節講共產黨興起的時候 我們先講 在湘山其實他最厲害的 就是著書立說 說話 還有組織是一個正黨政治 我想他可以的 所謂的組黨 還有191919年 其實當時上海有寫了 祝賀十月計劃 希望怎麼建鐵路 搞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三峽大壩 也是那時候出來的 建國方略 建國方略也寫出來 建國方略也寫出來 建國大綱 很多東西寫出來 有些人說 宋生先生的三民主義 是在互發運動之後 宋生先生 所謂宇居於上海的時候 他的著作是最多最豐富的 是啊 那時候可能他受到一些激氣 打擊 無聊也無聊 沒有人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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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寫作 不過老實說 宋生當時去到上海 當時沒有屋住 給他的老友 當時他跟宋慶寧 宋慶寧 宋慶寧 三姐妹 只是搞錯 宋慶寧在一起 對他朋友 宋生先生 一身為國 找一間屋看看也沒有 等於香港的八十年 那些憤青一樣 屋都沒有 就送了一間別墅給他 在別墅裏面 由著書立說 然後組黨 搞了很多事情 現在那個屋 就等於現在的 在上海 書翁山故居 就在上海有的 現在都開放的 對 直到開放 如果說到 書翁山先生的遺跡 其實他在廣州的遺跡是最多的 這樣 譬如今天的中山紀念堂 其實以前就是 書翁山先生 是組織第二次政權時候 是一個非常大總統的總統府 是的 就是 書翁山基本上 在廣州 我什麼都跟大家解釋 第一 剛才我們提到 組織一個 1917 1917年 1917年 組織一個 戶法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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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開了一個非常國會 然後軍閥 發覺 不妥 書翁山來 老點外有沒有搞錯 一腳伸了就離開 於是 不是被人伸走的 是被人 大家抹臉了 抹臉了 抹臉了 一個字 上個電報 我不做了 沒錯 剛才 謝卿 謝卿提到問題 當時他們想過方法 不如這樣吧 我們切七個總裁 七總裁 書翁山是其中一個 怎麼搞錯 堂堂大元帥 薄一聲 七分一 他是大元帥 七個元帥 七個元帥 其實就是折制著大元帥 開會大家齊舉手通過 一個對七個 一個對七也沒辦法 一個都不理會 好像雪姑七也有 所以不做 真的可憐 所以薄一聲 那時候就起床了 第二次就是錢卿提到 最後又搞了一個 非常大總統 這個叫做廣州國民政府 1920年 平定了廣州的貴系和電系 搞定了 找陳景明 幫你搞定 這個領域也不錯 有二十形警衛軍 當時因為那些槍很差 孫中山回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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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回去也不是很待遇 因為當時孫中山先生 和當時的廣州商人的關係 就不是很好的 其實是惡劣 很惡劣 為什麼很惡劣 因為當時一方面是商人的保守性 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商人 尤其是廣州的商人 自從1913年的二次革命之後 就覺得孫中山先生所做的一切 都是令到他們受苦的 包括跟袁世凱開戰 搞到他們本身做不到生意 越軍被袁世凱打敗了 就是來了一個貴軍 廣西軍 越來貴去 對 就是要去他們欺壓 等等等等等等的事情 還有一個問題 當時的軍閥很流行 打仗 打拼了一輪 拼完了 贏了一群入城 入城就放三天大架 做什麼呢 做什麼 到處搜量 沒有軍響 沒錯 打贏了這三天 就任你搜 每個人都入城 那些軍就搜 女人就任要 任拿 總之最重要是要拿錢 清末以來都是這樣 其實不是清末的 其實所有的大小軍閥 都不是軍閥的 其實古代的戰場都是這樣的 你攻城掠地 你只要把城被攻破了 就有三天 三天 這三天你可以胡作非為 女人你可以要錢 你可以什麼都要 總之拼到金銀珠寶 就可以了 所以為什麼劉邦當年要約罰三章 就是叫他不要唱 所以我們剛才看那些軍閥 那些兵的照片 那個袋子很大 就是四個袋子 前面四個袋子 還有褲袋 後面還有袋子 那些袋子還有扣 一開就扣 沒跌的 總之就是金銀珠寶全部拿去 而且當時拿的是銀丸 特別是 廣州的軍人 廣州的商人 當時就一直 萬青一路通商 一路跟英國人做生意 很厲害 又跟法國人做生意 錢又賺得多 很多銀元 這些軍閥 一個輸了就走 走的時候臨走 又滑筆 然後贏那些人進來又滑筆 然後三天就說出榜安民 沒事沒事 老闆都被你搶了 所以這些人就對孫中山恨之入骨 大哥 你搞搞震 苦的就是我 你真的有空就忍一趟來 那些人趕走了 那些人又來 沒錯 所以後來的商人 就被廣州的商人 最後 不如這樣 我們自己請保錶 沒錯 做一個月商團軍 自己請保錶 自己有 自己軍隊 又入武器 有武器 據聞當時匯豐銀行也有份 還有出錢呢 就給那些鄉州商人 請保錶 請保錶 請婚女 今天我們請一些 保安 那些保衛員 那些保衛員 那些保衛員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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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保衛員 當時也是一個問題 回來貢州 趕走了貴系和電系 那些保衛員也被打走了 那他覺得 我來廣州有鬼用嗎 外國也是承認一個北京政府 我們南方政府也沒有人理睬 所以他就想爭取 外國承認南方政府 中華民國政府 那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當時在南方 你建立政府 最重要是什麼呢 錢 如果外國人承認的話 尤其在廣州 有兩樣東西 是最大的收入 第一個是什麼呢 是一個鹽稅 第二個 就叫關瑜 這個關瑜是什麼意思呢 鹽稅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 你販賣鹽的錢 當時就是因為在清朝 有官鹽 那些鹽 當時在清背 壓了給外國人 要來借錢 所以外國人收了之後 如果是剩下的 就給當時的政府 他當時的認可政府 退稅 對 退回給他 第二個就是關瑜 關瑜就是說 你收過關稅 關稅是被外國人收的 他也扣了一些還款之後 又給當時他承認的合法政府 所以當時小金山先生 爭取得到外國人承認的話 那些關瑜和鹽稅就可以 所以你也不會扔掉北方 就給自己 每個月 不少的 每個月 很多 當時說回 當時廣州一直 一直是通商口岸 很多船來船往科 出入 很多關稅 看著你 不斷抽稅 抽完資訊給我 有沒有搞錯 找到北京 怎麼搞呢 因為他們承認北京政府 沒錯 那就一於 Buffin 他還沒做Buffin 他就覺得 這樣不行 就是 北洋政府 不是可以代表全中國 我也應該有一個政府 就算我代表不完 人家一本就不行 你抽我這裡 給我這裡 所以說都很小 只是說有事 差不多 但是關稅很多 蕭先生就想著 我是美國 就是在美國讀過書 於是就寫一封信 就被當時美國總統哈定 誰知道哈定 就看都不看 就原件給他 哇 哇 所以 可以見 那些信 就是什麼 這個 無恥地址 或者無恥人 無恥人 所以可以見到 美國人 對於蕭先生先生 那種冷淡的 對待 真的可以這麼說 是過分的 真是去到極點的 其實 他覺得 要找這個所謂非常國會 選一個非常大總統 來將自己合法化 就是立方政府 合法地 就是希望能夠得到外國人的承認 是 好了 就是 在1921年 他邀請當時的非常國會議員 就是來投票 當然選了他 找了多少個人呢 找了222個人 選總統 是 孫中山很厲害 拿到218票 全是他的人 自己 全是自己的黨員 各分黨員 陳炯明呢 就拿到3票 原來陳炯明有聯合對選的 不是陪跑 陪跑 也要陪跑 不是等候選舉 也是參加選舉 這個時候沒有撤副總統 否則也有運 因為孫中山說 如果一個人選 就不算看 那就像一點 你來跑一下 大家跑馬仔 你拿3票也好 也代表是兩個人 在哪裡選呢 在哪裡選 現在 今天 在廣州省博物館 旁邊 有一個地方 後來叫做一大會寺 就是在那個地方選總統 就是非常國會 在那裡開 在那裡開 而且是選總統的 很厲害 5月5日 1921年5月5日 孫中山當上這個非常大總統 非常大總統 他說 我這個身份是來自投票的 當然是正式的 所以告訴外國 喂 選舉產生的 我是投票投出來的 你們外國也是這樣投票的 我也是投票投出來 所以你不可以不承認我的身份 但是可惜 當時來說 沒有哪個國家承認他的 他還說 還好笑 他用寫信給北洋政府 就是徐世昌 我叫他辭職 他辭職 是不是打你 因為你不辭職 我和你們兩個 就是南北政府 就不對 一定是南方政府 我就是南方政府 這個非常國會 就是統治全中國 我是合法的 你必須要辭職 否則南北政府就不對 外國人很難搞定 就是這樣的 有時候 孫中山先生 有時候想辦法 都想得很厲害 非常厲害 對 但是當時有一個 唯一的政府成員 就是俄羅斯 到後來 到後來 是一個 因為當時來講 俄羅斯 當時來講 1925年之前 叫蘇俄 蘇俄 1917年 俄羅斯 建立了蘇維埃政權 成為了 當時來講 叫做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簡稱叫做蘇聯 就是列寧 列寧 是的 但當時 因為蘇聯 建立了之後 西方國家是不承認他的 因為他是行共產主義的 出現了所謂的白俄戰爭 就是西方國家以歐美為首 派軍隊介入蘇維埃的鑽士裏面 希望想推翻他 但結果失敗了 所以看到 歐洲你不承認我 有個非常大總統在那裡 我承認他 他承認我多好 所以大家有 不相以外 有外交需要 而當時來講 蘇維埃是為了要蘇聯 為了要推動這個所謂國際的共產主義運動 所以就成立了所謂的共產國際 由北一路向南打算推出來 其實也可能有成功的一天 如果是沒有了八九年那些 所謂蘇東坡 東歐那些國家的一些 搞了差不多一百年了 所以 其實在六七十年代 民主國家其實挺悲觀的 對自由民主能不能夠重返地球 能不能夠控制這個地球 其實也挺悲觀的 因為蘇聯 加上這個中共 蘇俄加中共 兩個大的共產國家 他們不斷輸出他們的革命 共產主義 共產革命 直捲全球 對他們觀念很吸引人 總之你沒有錢 可以了 分了有錢撈些錢 可以了 分到田 分到地 說什麼都會分別人 你不用做了 所以我們會過一兩集 或者下集 可能會說共產國際 共產黨究竟用什麼理論去吸引人民 就是 將階級 分有錢沒有錢 窮人富人 地主 田農農 等等 分類 幫我們說回南非常大總統 好嗎 非常大總統 走了職之後 接著就 要不罰了 要不罰了 因為徐西章不肯辭職 你不肯辭職 當然不肯辭職 等於徐西章 我寫封信叫徐西章 為你不肯辭職 那就打個見真章 於是 找什麼來打呢 於是孫生就說 我要不罰 但是當時有個很尷尬的情況 你不罰 那 向哪些人拿錢呢 就拿廣州商人拿錢 廣州商人說 我拿著錢 我的子弟為你不罰 對 就是為了你而去死 你將來統一了全中國 你不是分分給我的 所以廣州商人就把他很多錢 就放進去 反而支持陳舉明 就說不如陳舉明你做 所以可能那三票 就是這樣 慢慢引用出來 不如你搶到孫生 你做非常大總統 於是 有部分廣州商人 專門支持陳舉明 於是就整大了陳舉明的膽 說有人支持了 陳舉明覺得 我有人民支持 有些商人支持 我又有錢 我又有兵 最重要的是 孫中山叫我們不罰 率兵不罰 你打上去的時候 喂 死就死過我的人 其實他不是很多兵力的 坦白說 一看上去北面 嘩 臉是直是縫是 嘩 幾十萬 百萬 大哥怎麼打 不如不好了 不如就 打回孫中山算了 不如就說 你不要了 你讓位了 這樣 在6月6號 192年6月16號 靈青神 偶軍總統府 陳舉明率兵攻打總統府 就是今天中山紀念堂那裡 搞到孫中山又走 又走 又走 真是陰公 又離開廣州 這次淘賓就很淒涼 人家說是淒涼子散 就是這次 孫中山其實也挺坎坷 走 走 走上去哪裡 走上去珠江的永峰樓 但退走也沒有 走不了 是 當時有些人記載 當時總統府被炮軍 於是宋慶寧就走另一條路走 走到哪裡 就要走到今天中山大學 以前叫做嶺南大學 就是河南 就是在珠江以南的地方 就是中山大學 鍾榮光博士的御所裡 躲起來 就是走到現在中山大學的地方 等到陳君明的軍隊退了之後 他才走到永峰樓 跟孫生先生會合 在電影講 其實當時有一嬰兒 最後就流產了 有沒有看過電影 宋家王朝 說了這一幕 很慘 是張曼玉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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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楊子晴 張曼玉 是的 那時候又說 有一個搞笑版 孫生先生 當時 就是 蔣中正 蔣介石 就當孫生的近身衛士官 武官 當時放著總統 他又走到永峰樓陪陪他 不是 他還沒走到永峰樓陪他 孫生 被人炮軍 當時 張曼玉當時不在身邊 最後 孫生在藍那裡等回來 找回孫生 這一幕 其實 其實 小小 失職 當時 如果說失職 其實 後來 黃埔軍校 也有一點 因為 最初 找他做校長 就叫他不去倒職 這是後來才說 這個 孫生 覺得 沒什麼機會回廣州 好像在船上 都被人趕走了 好了 唯有坐船 又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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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帶兩個去 這個所謂 非常債總統 不能做 又完結了 又完結了 所以這個非常國會 非常大總統 這些真是非常 真是非常 去到上海之後 其實當時 孫生先生第二次離開廣州 是一生人最低潮的時候 是 非常低潮 1923年的時候 算一算 他為民國成立之後 其實他奔波了11年 是 兩次失敗 加上 他去宋慶寧流產 對孫生先生來說 那個 其實很大 打擊很大 當時他都58歲 所以 後來 就是 在上海 得到朋友的介紹 所以 遇見了當時的 蘇俄代表 就開始商談 馬林 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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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就開始商談 這一段歷史 其實是充滿爭議性的 有些人 就說 孫生先生聽到 蘇俄成功的經驗 於是大為爭奮 因為 如果說革命 孫生先生 1911年 武昌首爾成功 就已經結了民國 蘇聯 就是1917年 十月革命之後 俄歷十月革命 如果新歷來說 十月 成功了 到1923年 其實已經是 開始 復興了 國家 國家開始 重建 復興 所以 孫生先生 聽到 當時 蘇聯的情況 打為爭奮 加上 蘇俄代表 就說 我支持你 於是孫生先生 真的 感覺到 十分之 鼓舞 其實都說回 為什麼當時 孫生先生 對蘇聯 特別好感呢 第一 蘇聯 1917年建立的時候 他說要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 是蘇聯主動放棄的 沒錯 一開始上台宣佈到 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全部放棄 根本 第一點 第二 東北的鐵路權 全部不要 歸還 歸還 其實孫生先生 其實 當軍政府的時候 他很力氣 要廢除不平等條約 沒錯 但當然 臨死的 這個 全世界所有國家 現在 對當時的中華民國 特別是南方軍政府 第一 就不理睬 第二 就是想 在經濟 侵佔 所以 那些不平等條約 是一尾 就逼北人政府 簽訂 和承認 為什麼也說 外國不借錢給南方政府 孫生先生 成立軍政府 一 快脫不平等條約 即是我的利益沒有了 沒有了 那我當然不跟你簽 所以你當時還在賠 是啊 不賠 不還 那外國 我借錢給你 之前那些舊債未簽 新債又來 第二 不停條約 那當然不用 所以為什麼當時的外國 是承認北京政府 因為他承認不平等條約 對 對 他又要還錢 我借錢給你還回我 收息 不需要一聽到 蘇俄 可以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 抱著他 不謀異合 不謀異合 某個程度 對孫生來說 是挺大的 第一是鼓舞 第二 又覺得 也是一個 就是覺得 俄國的十月革命 是成功的 可以在中國借頸 沒錯 但是狼子野心 大家不可測 這是後話 這是後話 去俄國考察訪問 最後 蔣正考察完回來之後 寫了一本蘇俄就是中國 第一是蘇俄就是中國 第二是說 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 是 信不過的 信不過的 這真是有真知著見 坦白說 說回來 1923年 蘇俄先生就得到 跟蘇 跟月妃 談完之後 就大受鼓舞 當時來講 亦都因為有蘇聯的幫助 於是 他就聯合了當時 反陳菊明的部隊 當時很有趣 哪些反陳菊明的部隊 就是被陳菊明打敗過的 打敗了一些 雲南軍 電軍 貴軍 電軍 楊希敏 這幫人 竟然有張陳菊明 趕出廣州 有 一起圍攻陳菊明 孫中山又 又請孫中山回來 1923年 2月21日 孫中山又重返廣州 重返廣州 重返廣州 履行他那個 國民政府 這個 總統的 這個 都沒有用了 沒有用這個 非常大總統 這個 都沒有用了 設立了一個 叫做 海陸軍人 海陸軍大元帥 又是大元帥 又是大元帥 始終都是想著 希望用他自己的魅力 能夠號令天下 今天是大元帥府 沙廠路的大元帥府 今天講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我們 下集開始講共產黨 共產黨成立 講共產黨成立 最近有部電影也講共產黨 叫做建黨委業 委不委我們不知道 不過他坐在建黨 委屬個委 可能委屬個委 哈哈哈哈 不過很多明星 很多明星 又周圓發 又劉德華 很多這些 就是蔡仔 老實說 台灣也很多 總之下集開始講共產黨 共產黨在中國 好了 到今天為止 下次再會 拜拜 多謝 拜拜